那剛剛的這種做法其實是最初步 但是缺點是要做14次 因為有14個欄位你要做同樣的事情 然後底下的話就是做這個 但是我們如果今天希望 可以只要做一次 然後把公式向右然後再向下 就全部可以做完的話 就是效率啦 當然你說老師那我只要做基本的 你就做14次 可是如果你只想要做一次的話 那你就必須怎麼樣 再學會兩個東西 我們剛剛是用了VIRU環數對不對 這個第一個吧 這個應該會用最基本的配備 那如果你希望只要做一次就OK的話 你需要再學習兩個東西 一個叫定義名稱 一個叫Indirect 這兩個東西 那怎麼樣把它加上去 就可以一次就完成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剛剛的動作只是一個掩飾 等於是說如果你要查的話 那你變成說總共後面有14個欄位 那你要逐一逐一的這樣做 那做完之後呢 你還必須把這個欄位裡面的資料怎麼樣 一般是這樣啦 怎麼把它放到把它取代掉 一般是什麼 Ctrl Shift向下有沒有 然後選起來Ctrl C Ctrl C之後的話呢 再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邊來 但是你不能直接Ctrl V 因為你如果Ctrl V的話 它會出現錯誤 如果你要把它貼回去變正常的話 你要按右鍵 選擇性貼上 貼上什麼呢 貼上只有直 貼上就OK了 有沒有 那這個C欄的部分呢 欸就可以刪掉了 欸就有了 OK 不過其實都也是很麻煩啊 因為你要14次做完之後 再貼14次選擇性貼上只有直 哇 那要花多少力氣 雖然已經比人工的方式慢慢查還快 但是還是有點慢耶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要進化 那怎麼進化呢 就是一次就做完 但是一次要做完你要付出代價 就是你要再學兩個東西 一個叫定義名稱 一個叫Indirect 那怎麼做喔 我把它復原一下 所以請各位回到最原始狀態 所以前面這個啊 剛剛如果你插入這兩欄 可以先拿掉 因為我們希望一次就做完 那怎麼樣一次做完 第一步的話請各位 因為如果你放在它的這個隔壁欄 然後還要插入欄啊 然後還要查完它要貼過去 所以我後來想另外一個比較簡單的辦法 就乾脆你把這個工作表再複製一個在旁邊 所以複製方法就拖拉加Ctrl鍵 然後把左鍵再放開 有沒有 這邊就有多一個叫問卷調查2好了 有沒有 這個是原來的 這個是問卷調查2 那請你把什麼 把問卷調查2裡面的這個資料喔 把它清空 留下編號就可以了 也是從油標放在B2 然後清空怎麼清比較快呢 Ctrl Shift向右 就選到最右邊 然後Ctrl Shift再向下 再選到最下面 按Delete就可以了 好 那意思就是說啦 我們就把這邊的編號查的結果 直接就放在這邊 那這邊看到的結果就會是正確的 所以喔 一樣啦 請你把剛剛的那個動作 我們再進化一個版本 就是我不要放一起 我放兩個工作表 這樣不是比較清爽嗎 OK 那怎麼查 其實一樣嘛 插入 如果這邊喔 所以剛剛同學做的比較快 就是變成這個吧 要一查覺得是0 不對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個第二種做法是兩個工作表 剛剛是一個工作表 所以呢 這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你要查什麼 我要查的是編號 編號放哪裡 編號放在前面這個工作表 的B2儲存格 所以你再點一下B2 就查A1 OK 所以你會發現喔 假如未來 你看到的這個訊息是 什麼什麼的驚嘆號有沒有 這個什麼什麼的驚嘆號指的就是 什麼 就是問卷 這個什麼 就是他的工作表名稱的意思 然後後面這個B2值 是什麼 他的工作表等哪一個儲存格 OK 意思是說 我要查的是 在前面這個工作表裡面的B2的位置 那個編號 所以你會發現他把它帶過來就A1 要查這個啦 好 那第二個的話 你就點第二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我跟你講說去這邊查 第二個去哪邊查 去清單裡面的這個範圍 所以A2一直選 選到B3 OK 好 然後呢 第三個問題要第幾欄 第二欄 然後選 要不要找接 不要 這樣OK 按確定 那這樣的話有個好處啦 你大概向下填滿 大概只是會有個問題 一樣的問題就是說 你要加錢的符號 如果你沒加錢的符號的話 不是這裡叫加錢 應該是 應該是哪一個要加錢 應該是這個清單要加錢 所以A2跟B3把它加錢之後 它就固定了 OK 按確定 好 向下填滿 這樣有了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像剛剛一樣 因為插入藍 然後 對嗎 對 應該沒錯啦 這個是A1 應該A1 A2 A1 A1 所以是 男女 女 沒錯啦 應該沒問題 其他都一樣 其他的話 這個做完之後再換這一個 那就不需要像剛剛一樣 你做完在旁邊 你要把它貼過來 然後再刪掉那一籃 你就比較集中 但是呢 還是需要做14次 這個做完之後 做下一個 做下一個 但是你說老師 可不可以只要做一次啊 我是希望說可以喔 向右拉 向下拉 結果就出來了 那有沒有辦法 有 但是呢 你需要再多學一個函數 叫Indirect 跟那個定義名稱 那怎麼樣定義名稱 不知道各位還記得吧 定義名稱的話 就是 先切換到清單 以後的話 如果你要定義清單 比如說這個範圍 給它一個名稱 叫做性別的話 那怎麼定義 很簡單 就是 你先把名稱 名稱在上面有 所以你就像我的習慣 是把名稱先複製一下 然後呢 跟他講說 以後呢 A2到B3 他這個範圍 我給他取個名稱 上面就有名稱方塊 你就把它 我用貼上了好了 偷懶一下 他這個範圍 有沒有 就叫做性別 那以後的話 你可以透過F3 應該還有印象嗎 就可以列出清單 把性別這個範圍帶回來 那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這邊 名稱方塊 給他一個名 Enter一下 好 那我就有個名稱 叫性別 那我剛剛查的這個動作 就可以修改一個地方 哪個地方 Table Array 有沒有 這個地方可以把它改成F3 欸 性別就出來了 剛剛是用選的 然後呢 才有那個 那現在的話呢 就直接給他性別 有沒有 然後按確定 那另外他有個好處 就是說 剛剛還要去管那個什麼 要不要加錢的符號那些嘛 可是如果你定義名稱有個優點 不用管 因為他們範圍是固定的 不用加錢的符號 所以看起來好像 好像優點 比缺點還多 應該是Z大於B OK 然後呢 按確定之後來看 所以按向下填滿 這樣 這樣也OK 欸 那你說 老師那下一個呢 下一個其實 道理一樣嘛 那你要怎麼做 1 你可以先把這個年齡有沒有 一樣先Ctrl C 然後把底下這個範圍選起來 Ctrl V 然後Enter一下 年齡就有了 然後再到這邊 做那個一樣 插入函數 推進什麼V的函數 然後查哪裡呢 查前面這個工作表的C2 OK 然後Table of Rate 剛剛是用跳到清單去找那個清單 現在不用 那個表格在哪裡 F3 剛剛有個年齡 你幫我去查一下年齡的第二欄 其實後面都一樣 第二欄這邊是0 然後把結果查出來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欄寬不足的話 快速在這一條線點兩下 就有了 OK 好啦 你說老師有快一點 但是好像還是要做 14次耶 後面還有12次 還要做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我不要做那麼多次一次就完成 等一下還需要一個函數 叫InDirect InDirect InDirect怎麼用 待會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主要做幾個動作 一 把這個工作表複製過來 複製是拖拉加Ctrl鍵 然後把左鍵放開 就會有問卷調查2 然後在這邊的話 利用V的函數去查 那我剛剛原來是用那個 TableArray是用去找清單 現在把它改一下 先把它增加一個 這個什麼名稱 名稱應該還記得吧 先把這個名稱複製 然後選這邊之後 在名稱方塊輸入上 記得喔 按Enter 因為我發生之前 有同意貼上 就以為有輸入 結果 居然它F3沒有任何東西 主要原因應該是 少按Enter 那如果假設你這個清單 不確定是不是正確的話 你可以在公式裡面 這邊有個名稱管理員 你可以再到這個名稱管理員裡面 也可以看到 到底你選的範圍是否正確 也可以再確認 所以公式的名稱管理員 這邊就有個性別 如果有的話這邊就有 那對應的範圍就在這裡 指的它會有虛線 如果這個虛線也是正確的話 那表示你這個應該沒有 可是如果假設虛線範圍不對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修改 修改完之後打勾 它就修改完畢了 大概是這樣 這個其實熟悉之後 蠻好用的 來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再還給各位一下